今天我们来聊聊越南领导人胡志明,明明是一个中国通,但是在1945年,胡志明独立建国后,立马宣布废除汉字,这是为什么呢? 越南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朋友,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,不但会说流利的中国话,还会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,也是在中国生活期间,胡志明和我党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 然而,胡志明建立独立政府不久,下了一刀命令,废除汉字,推行以罗马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越南文字。 胡志明为什么这么做呢?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 1.1527年,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越南,起初,越南罗马字主要只在教会之中流传,随着法国殖民者的到来,罗马字才逐渐提升地位与普遍被使用, 因为这种拼音文字很好学,所以很多越南人会用国语字交流和济世,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。 2.在当时越南国力十分贫穷,老百姓学习汉字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。 因此,越共政府利用简连拼音文字代替汉字,使得拼音文字迅速得到了越南民众的认可,于是迅速在越南全面推广开来。 3.虽然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都操着流利的汉语,但是从越南人的情感上认为使用汉字和汉语,很大程度是附属中国文化,缺乏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独立性。 从政治考虑为了宣誓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,于是文字传承,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 4.1942年8月13日,胡志明在中国期间,在广西省晋西县就被蒋介石地方政府逮捕,从此他在广西各地13个县18个监狱里被监禁了13个月。 他受尽摧残和折磨,不得温饱,牙齿脱落,头发灰白,面容憔悴。 他写了一百多首诗,以后以《狱中日记》发表。 1943年9月10日,从柳州监狱获释。 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,他对蒋介石政府非常憎恨,从而延展到汉字。 胡志明废除了汉字,给国人也带来了很多麻烦。 所以近些年来,很多越南学者呼吁恢复使用汉字。